消防隊員背著空氣瓶進入屋內撒水灌救 天花板留下大火 橫燒過的痕跡 起火飲料店外架起了梯子 抬頭往上看 好幾名住戶在陽台不斷呼救等待救援 這起火警發生在3號深夜11點多 基隆紅心區深溪路一間連鎖飲料店 突然竄出火蛇 農煙不斷的竄出 消防局貨爆後出動五個分隊 趕到現場就看到農煙從飲料店竄出 立刻利用破壞機具 破壞大門灌救 雖然飲料店打烊就沒人在屋內 但樓上還有住家 總共有五名住戶受困 消防隊員不敢大意 大概在晚上11點多左右 消防局貨爆在深溪路121號這邊 有農煙冒出的情況 我們立刻派出五個分隊來救援 到達現場的時候 現場是農煙冒出的狀況 所以我們立刻就部署1-7水線 然後還有我們立刻派人進入 從下替從二樓進去救援 我們入市的時候 是有已經勾知屋內的民眾 就是關閉門窗等待救援 那我們人員在入市之後 然後我們就把人帶到頂樓去 一個相對安全區域 去做一個避難 在我們一樓火勢控制之後呢 我們會再安排人員 把民眾把他救下來 第一時間先把住戶引導到頂樓避難 等到控制火勢之後 再把民眾救下來 而聽到飲料店起火 店家趕到現場 而消防人員花了半小時控制火勢 初步研判起火點是在一樓廚房 切切的起火原因 還需要等火調人員進一步調查釐清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導